《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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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神经》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8月22日,主角是马腊谷 他的名字意思是国王 马腊谷是大祭司干眼法的仆人 当耶稣被捕的时候 彼得刷了他的耳朵 耶稣被捕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不尋常的意外事件 当犹大以亲吻为记号 出卖他的夫子的时候 彼得非常气愤,以指拔刀 并且在大祭司的伯羊头上 割了一只耳朵 令我们很多人惊讶的是 彼得一只手显然一直按在刀壁上 幸运的是,耶稣很快出手干预 他责怪彼得轻率的举动 并施行他最后的医治奇迹 博人的耳朵在那个时代 不可能立即做到冷冻处理 但到医生那边再连续回去 即使在诡异的氛围下 耶稣亦以简单的触摸 就强而有力地彰显了他的能力和爱 新约没有在其他地方提到马腊谷 我们之所以知道他的名字 是因为约翰在耶稣被捕的记录中 提到这个名字 但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新世界 能够再次遇见这位马腊谷 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在赫西玛尼园中所经历的一切 肯定令他终身难忘 耶稣被捕的时候 他就在现场 众人皆知 几个小时后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后来他又复活 当马腊谷被耶稣的一位亲密朋友 割了一只耳朵的时候 他肯定非常痛苦 然而耶稣医好了他 被他不治 因为这个伤而永远 失去一只耳朵 若然这样的经历 没有为他的生活 带来任何改变 这样才是不可思议的事 现在让我们一同讨告 上帝呀 我读了马腊谷的故事之后 就意识到你无限的爱 上帝 多谢你 当我不得不面对 意外的挫折的时候 你的爱也感动了我 如果想详细了解马腊谷 可以延伸阅读 就到这里 明日会继续和你们分享 另一位圣经名人 再见